第九行星的假想天体 合理且诱人的解释 那些位于海王星之外的冰冷天体 之所以展现出异常一致的轨道模式 正是因为一股看不现却强大的引力 在幕后悄然牵引着它们 然而从地面望远近到太空观测计划 无数次搜寻均以失败告终 这个潜在的第九行星 如同幽灵一般 总是在科学家的视线边缘徘徊 却始终不肯现身于数据之中 直到现在 一项由台湾清华大学天文学家 潘龙凡、Terry Longfan领导的开创性研究 终于打破僵局 它们在庞大的太空红外资料中 发现了一个潜在候选者 或许就是人们苦苦追寻的 那颗第九颗行星 它们巧妙地比对 来自两台红外线太空望远镜 相隔整整23年的观测数据 并在这片几乎绝对寂静于黑暗的太阳系边陲中 捕捉到一个移动极其缓慢的讯号 一个可能正在以万年为单位绕行太阳的巨大天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项引发轰动的发现 逐步拆解藏于资料背后的观测证据 解析背后的重力物理学原理 并思考这颗可能存在的行星 究竟将如何重塑 我们对太阳系结构与演化历程的理解 2016年 两位著名天文学家康斯坦丁贝蒂金 与麦克布朗发表了一篇化时代的研究 重新点燃了人们对第九行星的渴望 他们发现 一群远离海王星的小型天体 其轨道呈现出难以解释的奇特排列 可能暗示着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重力源 这些微小冰封的天体 也就是所谓的跨海王星天体Pianos 其轨道分布不仅远离太阳系的已知行星 甚至在近日点与生交点的角度上 展现出一种统一而异常的排列 这种不自然的聚集现象 挑战了传统的动力学模型 根据统计分析 这种高一致性的轨道特征 并非随机巧合 而是极不可能自然产生 除非某个隐形的质量庞大的天体 正在从远方持续施加引力 主导着这些小天体的运动方式 最具说服力的模型指出 这可能是一颗质量近于地球 5至10倍之间的超级地球 其轨道离太阳极远 范围从400AU延伸至800AU 并且具有高度偏心 意味着它会以一种椭圆拉长 周期漫长的方式绕行太阳 在这些距离上 轨道周期长达数万年 来自已知行星的任何引力影响 都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 这样的物体可以透过一种 称为平均运动共振 或长期射动的过程 将海天组织引导到对齐的轨道上 要发现 这样一颗深藏于太阳系边界的行星 并非只是望远镜直向天空 那么简单 而是一场涉及极限灵敏度 长时间观测与大数据比对的艰巨工程 对现代天文技术 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旦天体距离太阳 达到约800天文单位 太阳照射到它表面的光线强度 就只剩地球表面的万分之一 这导致它反射回来的光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让它在可见光波段几乎隐形 即便这颗天体的尺寸与质量 都远超地球 若其表面无法有效反射光线 仍旧会被现有的光学望远镜 视为背景噪音而错过 这使得传统观测手段 难以胜任其搜寻任务 相较于可见光 红外线成为了一扇 通往幽暗深空的窗口 因为像第九行星这样的高质量天体 在形成早期曾累积大量热能 即使在亿万年后 仍会缓慢释放出 微弱但可测的热辐射 特别是在长波红外线区域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物理理解 潭的研究团队采取了一种策略性更高 技术上更缜密的方法 不仅拓展搜寻时间尺度 也充分利用红外线对低温天体的敏感性 从而增加找到第九行星的可能性 它们聚焦于极为缓慢移动的红外讯号 这些讯号可能来自太阳系边缘的天体 在多年观测中只移动极少矫距 这种长时间基线对比的方式 使得即便移动幅度极小的天体 也能从庞大资料中被辨识出来 研究重点落在两项跨世代的观测任务 一是1983年发射的美国IVIS微信 另一是由日本于2006年启动的A-Carrie任务 两者皆进行过全天空红外扫描 提供了完整而宝贵的观测记录 成为本次分析的资料基础 因为这些任务涵盖的是整个天球 并具备长波段红外线感测能力 因此特别适合搜寻像第九行星这类表面低温 反光极弱 却仍可能在红外线下闪现微光的遥远天体 最具突破性的关键 在于IRIS与A-Carrie这两项任务之间 长达23年的时间间隔 这赋予研究者一条理想的时间基线 能更容易识别出那些在恒星背景中 缓慢移动的候选物体 从而大幅提升识别成功率 与依赖反射可见光的光学望远镜不同 红外线望远镜的核心能力在于探测热辐射 不必依赖太阳光的照射 而是能够直接感应天体自身所释放出的热能 即使这热非常微弱 对于像第九行星这类位于太阳系边缘 表面温度极低的天体而言 它们的主要能量释放形式并非可见光 而是集中在远红外或4毫米波段 这使得红外线成为探测此类天体最有力的工具 正因如此 Iris与A-Carrie的设计原理不在于追踪反光 而是能看到那些自己发出热辐射的天体 这让它们能穿透尘埃云低光环境 进入那些隐藏在太阳系最边缘 最冷暗区域的天体存在 潘的团队锁定 A-Carrie任务中一个较少被利用的资料库 MUSL 即每月出现但未被确认身份的红外员 这其中藏有大量短期内出现随即消失的讯号 可能正是那些缓慢移动物体留下的微弱足迹 若某个天体在不同月份出现在不同位置 且无法与固定星等对应 就极可能是个远距离低温且缓慢移动的物体 MUSL恰好记录了这类异常 是追踪前在第九行星候选者的理想资料库 为了从海量资料中锁定目标 研究团队首先建构出一组基于行星质量与表面温度的理论模型 推估它在IRIS与ACARE的观测条件下应有的亮度 再将这些模型与实际资料进行交叉比对与筛选 经过层层过滤于比对 从初步的数千笔潜在续号中 仅剩下13个符合预测亮度与可能运动轨迹的目标 这是一场庞大资料处理与理论推演的捷径 而在这13个候选中 有一个天体脱颖而出 它的亮度、位置、运动方向乃至于时间分布 全都与第九行星的模型预测高度吻合 这颗候选物体在IRIS与ACARE两次观测之间 所呈现出的空间位移 正好与研究团队模拟的第九行星预期运动相符 更关键的是 在其他不应该观测到它的时间点上 它完全消失无踪 进一步排除了恒星或近地物体的可能性 这个物体在23年观测间隔内的角居变化范围 落在42至69角分之间 这正是位于数百天文单位远的天体 在天空中应有的移动幅度范围 即符合一个处于外太阳系深处 运行速度极慢的行星模型 更令人瞩目的是 这颗天体只在预测应出现的时间点短暂现身 其他时间完全没有序号反应 这种只出现在该出现的时刻的特性 大幅降低了它是红外线噪音或远处背景天体的可能性 强化了其作为第九行星候选者的可信度 若这个目标最终被证实为真实存在的天体 它将成为目前所知 太阳系中移动最慢距离最远的行星之一 也有可能就是那颗让天文学界费尽心力寻找数十年的第九行星 事实上 寻找第九行星的历史渊源可回溯至19世纪 当时科学家透过天体力学计算发现 天王星与海王星的实际轨道与预测值越有偏差 这促使他们怀疑还有尚未发现的巨大天体在干扰他们的运动 虽然这样的推理最终在1930年导致冥王星的发现 但冥王星的质量远远不足以造成当初预期的重力射动 这也使得它无法完全解释天王星与海王星的轨道异常 留下了一个未尽的科学学案 到了21世纪 随着像塞德纳与2012VP113这类拥有极端轨道参数的跨海王星天体 陆续被发现 这股对隐形大行星的科学兴趣再度被点燃 它们异常的远日点与高度倾斜的轨道 被认为极可能是受到一颗遥远大质量天体的长期引力射动所致 潘德团队的研究之所以特别 正是因为它们不是依赖当前的及时观测 而是回溯分析历史观测资料 寻找那些在数十年间悄然改变位置的天体 这种方法极具创新性 也展现出资料在利用的巨大贤能 它们应用一种称为天体测量位移的技术 藉由比较不同时期的星空影像 看是否有某些天体在恒星背景上产生微幅移动 这种几乎静止的缓慢飘移 正是外太阳系天体所特有的特征 对于距离太阳数百个天文单位的天体而言 它们的运行速度极慢 几乎难以在数天或数月的短期观测中被识别 因此这种长期基线观测与位移分析方法 成为研究外太阳系的重要工具 然而要正式确认这个候选天体的身份 下一步的关键工作仍在于透过高灵敏度光学观测 持续追踪其运动路径 进一步验证其是否真正处于太阳的引力掌控之下 为了进行这项高精度的观测 研究团队建议动用位于智利安地斯山脉的 托洛洛山天文台CTIO所配备的暗能量相机DECAM 这是一台能拍摄极深视野解析度极高的设备 特别适合搜寻微弱移动天体 暗能量相机的优势在于 其结合了宽视野与身成像能力 可以在短时间内拍摄大量天驱 同时捕捉到非常暗淡移动速度极低的目标 是目前最有潜力协助发现第九行星的观测设备之一 如果在即将进行的观测中 该天体再次出现于预测位置 并与前两次观测点形成一致的轨迹 天文学家便能开始推算其完整轨道 继而判定它是否为太阳系的成员 若即轨道呈稳定椭圆明确绕行太阳 并从亮度与温度分析得出接近地球五至十倍的质量 纳漠人类将正式拥有一颗即冥王星后 真正意义上的新行星 不过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这个物体也许是一颗质量边远接近行星的宗矮星 一块孤立于太阳系边陲的冰封小天体 或者甚至是一颗在太阳系形成初期 从其他恒星系统流浪而来并被捕获的行星 无论最终结果为何 这颗神秘天体所代表的每一种可能性 都将为天文物理学提供 关于行星形成、动力学演化与星际交换的新线索 如果这颗天体真的被确认为第九行星 纳漠这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天文发现之一 可能彻底改写我们对太阳系结构与起源的理解 这将促使天体物理学家重新审视 行星在早期太阳系中的迁移模式 并深入研究木星、土星如何透过引力弹射机制 将其他行星推向太阳系边缘的可能性 科学界将面对一个关键问题 第九行星究竟是诞生于太阳系内部 经引力抛射而流放之外围 还是在太阳年轻时期 从其他星系经过意外交由太阳捕获 不论它的最终身份为何 这段旅程本身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最佳诠释 结合跨世代的观测资料、现代数据处理能力 以及对宇宙深处的无尽想象与追寻 我们所处的太阳系远非已经写完了篇章 它仍然是一个不断演化、潜藏惊奇与未解之谜的天体乐章 等待下一位探索者翻开新的一页 凭借最新的资料技术与前所未有的观测工具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接近这个几代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答案 第九行星是否真的存在 摊的研究团队所发现的这个候选物体 之所以引起重视 并非因其表现出异常华丽的特征 而是因为它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 都与第九行星的理论模型高度一致 这让它成为目前最可信 最具代表性的候选者 这颗候选天体跨越20多年的时间 与两次独立的红外线调查中 均以预测方式出现 移动缓慢、光度合理 且未曾在不该出现的时候露面 种种迹象让它成为 目前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目标 也许我们正站在理论与观测的交汇点上 准备见证从假说走向发现的历史性一刻 接下来的观测将决定 它究竟是太阳系真正的地久行星 还是某个被遗忘已久 奇异却真实的星际来客 无论最终结果为何 这趟旅程本身提醒着我们 即使在人工智慧与高速数据主导的数位时代 耐心梳理历史资料 回顾被忽略的讯号 依然能够揭示宇宙中最深邃的真相 或许 第九行星是否存在的答案 并不只关乎一颗行星的命运 而是映照着人类如何在无影黑暗中 寻找秩序与意义的方式 当我们在一万公里外的寒冷空域 寻找一点微光 我们其实也在凝视自身的好奇心与不服输的精神 在这浩瀚星海中 宇宙不曾陨落答案 但每一次追寻 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的轮廓 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 太阳系的边界 或许正是我们想象力的起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